中国两会揭开了习近平 习家军全面上位的起手势 他说这是一个习帝国的元年 他注定就是一个弱势的总理嘛 因为他根本没有中央的力量 所以这个弱势的总理 就是习近平要的 因为他要全力一把抓在他的手上 他过去的两派人马 用到无人可用 朱镕基上台 我准备了一百副棺材 九十九副给你们一副留 给我自己给你看 李克强敢承认说 中国有六亿人口 每一个月的收入 在一千块人民币以下的 他敢承认他的错误 现在这个没有 没有 搞个人神话 就是变成整个国家 没有创意 没有生命力 没有活力 不是只有我们最近在讨论 日本的媒体 美国的媒体 都在问 为什么习近平 你的桌上有两个茶杯 你明明知道你摆出来 你会被人家注意到 你明明知道你摆出来以后 会有很多的议策 你还是非摆不可 就代表这两杯茶是缺一不可 没错 2021年的两会结束之后 保洁人知道 这一次两会大家都非常关注 包括说什么爱国者治港的法案 中国大家拼经济 要搞什么新科技 人口老化这些问题 但是完全都不是重点 重点被这个两个杯子 完全抢了这个目光的这个焦点 被杯子盖过去了 大家都说这个杯子 这两个杯子到底有什么含义呢 因为你看 所有领导人里面来说 只有习近平有两个杯子 这太明显了吧 对 不只是他只有他两个杯子 大家想说这两个杯子是什么意思呢 于是国外媒体就开始在做文章 这是日本媒体 这个日本一个非常资深的 他跑过中国的新闻 非常久一段时间 他就说 因为中国有个成语叫做人走茶粮 人民网就曾经批评过江泽民 你已经退位了 你是人走茶粮 所以 你说人民网曾经用人走茶粮批评过江泽民 对 所以他就说 那两个杯子的意思是说 我这一杯子 这个除了喝完之后 还有一个杯子是热的 没有所谓人走茶粮这件事 所以我们的热水很多 对 那不只是日本媒体这样说 连美国媒体都说 这个是这样的状况 人走茶粮 但事实上 真的是人走茶粮 不是吗 当然不是 他不是对外来宣誓说 现在换界还是我当家 没有人走茶粮这件事情 就算换界了以后 我还是掌握大权 好 如果你真的要宣誓 人走茶粮的时候 那好 那你这次宣誓 可是问题是 他不是现在才有两个茶杯 保健是仔细看到 我们帮大家整理出来 从去年10月23号 抗美援朝70周年的时候 你看 两个杯子 就已经有两个杯子了 紧接下来的话 3月5号 他在参加内蒙古的座坛里面 也是两个杯子 好 在3月6号参加政协的会议里面 来说的话 他也是两个杯子 简接下来3月9号的时候 他又是跟解放军 还有武警谈话的时候 也是两个杯子 你有必要每个地方都摆两个杯子 宣誓说 我没有人走茶粮这件事吗 显然不是嘛 而且你如果去看到这杯子是 这两个杯子都打开 就代表这两杯水他都喝 对 我不是说我故意摆一个做样子 做U-B的 没有 我这两个杯子是同时喝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跟人走茶粮基本上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 所以那不是一个宣誓的作用 不是宣誓的作用 那是习近平是真的有需求 那他到底需要什么呢 我们跟大家看一个新闻 保洁你记不记得 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曾经有讨论过一件事 说习近平可能疑似要动所谓的脑流的手术 假的 甚至你看我们去年十月的时候 他出席所谓 深圳特区四十周年的时候 他不是不断的咳嗽吗 所以甚至你看再往回推 2019年的时候他访问法国的时候 当时腿是不是有点一瘸一瘸的样子 所以很多人就说 他身体是不是有什么的问题 非得在这么冗长的会议里面 他需要两个茶杯 这个不是人走茶粮 而是他真的需要里面的相关的东西 所以 刚刚讲的去年十月到了深圳特区的四十周年 进入大会之后 他咳完之后 咳完之后之后 我们再回来看 接下来在北京的抗美援朝 就变两个茶杯了 对 甚至后来这个媒体还传出说 他要动刀 所以你看显然媒体的焦点是怎样 真正的问题是 他身体是不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除了他身体出了意外之后 另外一个说法是 他怕被人家下毒手 怕下毒 为什么这样说 你可以看到 甚至在过去一段时间的时候 最早最早在人民大会在开会的时候 你看 以前还有女服务生 那女服务生是帮每一个领导人都这个倒茶 所以那当初曾演出一个意外 就是江澄敏看了这个女服务生 变成是后来呢 习近平上海之后 他把女服务生换成是男服务生 可以你看 男服务生 一开始的时候派的是这种 你看大叔 你会觉得就很像是一般的这个服务人员 可是后来从2015年了不一样了 特勤人员 他换成是这样子了 你个短髮这样子 特勤人员在帮你倒茶了 你这样看就真的有味道了 这个你就真的是服务生 是 是大叔服务生 可是这个中南海保镖 你可以看到 不断的演变 从这个女生变成这个大叔 然后从大叔变成是保镖 所以你看从2014 2015到了2016年开始的时候 出现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格局 所以你看他到底在怕什么 另外一个还有什么不一样呢 保持人员 过去倒茶的时候 你知道 一开始的时候是大家这个服务生 是帮每一个人都倒 可是从2016年开始就不一样了 也就是说帮习近平倒茶的是特别的一个人 他只有帮他倒 专门的人 另外两排的领导人是两边的人帮你倒茶 结果后来到了2017年的时候 倒一倒之后你看把杯子收走了 那时候只有一个茶杯 但是他倒完之后你看 他把这个杯子收走 再换另外一个新的茶杯 所以那2016年的时候已经不同人 后来还把这个茶杯换走了 而且后来你看到没有 全部都是特勤人员的感觉 那换走的时候你看变成是今年出现了两个茶杯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其实我们推论的结果是两个状况 一个是他身体出了问题 另外一个还有人想要对习近平下毒手 不知道什么时候 你不是已经一宠江湖了吗 而且没有错 这个所有的人大所有代表都说 他是掌舵领航 都对他效忠 可是问题是他心里面的恐惧感非常的重 还重吗 我们讲一个例子 你看这几天的时候有非常多的 这个所谓从外地要进到北京来的 结果把解决上 他们只是要到北京来而已 结果一下有七个来北京访问的人 他们居然被公安带走 被公安带走就不说 公安带走的时候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把他们放出来 结果他们就说他们就被拦截 然后到目前为止 全部都失联 所以你看你有必要这样吗 你这个两会的时候 他们都距离那么远 他们只是进来要看看朋友 你居然全部把他们抓走 到现在为止 他们的亲友都联络不到他们 再来就是说 如果你在看仔细习近平最近的这个样子 你看都是一堆人在他的旁边 甚至我们曾经在节目上讲的 他们的团败的时候 你看四个黑衣人坐在他习近平的背后 俯瞰了所有的代表 那告诉你什么 他虽然说明表面上是掌控一切 但是其实他内心有非常深的恐惧感 他为什么恐惧感都消失不掉 对保洁我们讲他恐惧感消失不掉 我们跟他讲有曾经一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他从他2012年到现在为止来说话 他至少经历过十次以上的暗杀 而且很多次真的几乎要让他毙命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最早最早的这个周永康 周永康的传言说 他在这个习近平去健康检查的时候 在那个健康检查的针 要抽取那个协议的针里面给你抹毒 后来幸好没有发生 没有 他已经领先发现了 另外在北戴河的时候 听说习近平原本要去一个会议室里面 开会了 就后来好像人家发现到里面有炸弹 后来还真的就炸掉了 所以真的有非常多的这个状况 甚至2017年这一次最为这个 媒体曾经报导 2017年 对 这个时候是怎样 传言他肚子痛就医 那肚子痛就医 保洁姐 这件事情 当时的媒体都已经报导了 甚至报导还访问医生 医生说他可能是精神太紧张 因为为什么精神太紧张 因为他可能长期处在这种高压之下 才有这种肚痛的这个状况 所以他是透到301医院 对 这是平安业 当年的这个平安业里面来说话 你看 而且他说很多人都已经 习近平进到这里面来说 以所有的这个人员 已经管制了301医院 所以这真的是这样的消息 游城不能进出 就保洁 这两个消息都没多久之后 消息出来后来就被完全被下架 被封闭 所以你看 有没有这件事 好像是真的有这件事 另外还有什么 保洁 2012年的时候最夸张 因为他当时还是王储的时候 曾经是被他的车子 他的坐车开在北京的路上的时候 曾经被两辆吉普车前后夹击 夹击之后 听说他那时候后来出了意外的时候 赶快就赶到这个北京的医院里面去就医 所以其实你说他真的害不害怕 当然害怕那么多人对他的权 对他的权位有威胁的时候 大家都想要争夺他的权位的时候 他当然内心有非常重的恐惧感 好董事长你昨天就特别提到 这两个茶杯非比寻常 所以我们就看到今天日本的媒体 美国的媒体都注意到的这个现象 而这个时刻我们也注意到了 你不是只有这个两会 才用两个茶杯 你从去年十月二十三号抗美援朝 七十周年的纪念大会 到今年三月五号 以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的身份 参加内蒙古代表团的审议的时候 从此都是两个茶杯 你说这真的跟他身体有关系吗 这个两个茶杯本来是 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我昨天的判断说 一个是正常的茶杯 应该一个是跟他的健康有关的药品 或者补药这一类的 但郑昊说那可能是拿铁 那个慧珍讲的更妙 是蛮牛 蛮牛可能比较像一点 对不对 所以我在想这个事情 日本人这个太离谱了 日本不是人走茶凉吗 他神经病嘛 人走 在举国体制还人走茶凉 我是老大 是 我是皇帝 我要给人走茶凉 他不会跟你有这种隐喻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日本想象太豐富了 但是不管怎么讲 今天习近平的健康这个事情 在全世界的情报单位 都会密切注意他影片上面说发表 所有的一切的细微的动作 都已经是列入分析 你说大家会注意吗 当然你记得以前在中心中情局 对对苏联时代的领导人 是所有的判断 全部是靠各种各种的影片 他出现的这种频率出现的方式 走路的方式来分析他的健康状况的变化 还有针对金小胖也是这个样子 金小胖更不在话下了 对不对 所以但是我回到 我来看这两个茶杯的概念的话 一个当然是正常的饮料 但也不排除说他今天在 因为这个你要注意 他的时间很长 他开会时间非常长 开会时间非常长 跟他原来他的这个 如果是用服药的话 或是要吃补药 中药 因为中国很多中药 他可以变成液体的东西 他要中药的话 他会打断他那个服药的进度 我们平常一般来吃任何药的话 大概都是四个小时一个 一个一个兼具了 所以他这个中间来讲的话 我还是认为他偏向于使用中药的这种可能性 服药嘛 当然服药的可能性 因为他实在太胖了 因为胖子的问题很麻烦 胖子就会有很多问题 你也知道嘛 会所谓的高血压 会有糖尿病 然后会有甚至于说有轻微的中风 会有心脏的心血管的问题 对 这几种东西会同时再出现在胖子身上 你知道吗 那你又发现习近平从2012年到现在为止 他的体重 一直胖 胖了很多啊 为什么会胖 你知道什么样的人会变胖你知道吗 怎样会胖 所以我个人才会判断说从影片上来看他这几年的发展 他变胖的过程 跟他这很怪异的这两个茶杯 那问这两个茶杯 我还是认为说偏向于这种有关他的健康方面的一个茶杯的可能性比较大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前面有几个从江泽民时代的变化 他们的变化确实是非常 那以前的江泽民时代的这个紧张情绪 没那么紧张 没那么紧张嘛 而且你看江泽民的画面多好看 江泽民在干什么 江泽民把头抬起来看妹妹嘛对不对 这个中央为什么把这个改成男服务员你知道吗 就是为了江泽民啊 因为江泽民这个画面你看了没有 江泽民就是因为人啊 尤其男人有这个习 有种男人有习惯 看女人的习惯 他不是要干嘛 就是有看了朋友的习惯去看妹妹 他是这个习惯现在 江泽民就有这个习惯 所以那这个情况很难看 全世界报道 江泽民那个色咪咪的看妹妹 所以以后从同样改掉 所以全部改成男的服务员 那这次你看出来的改成什么 改成特工嘛 特工 他特勤人员嘛 特勤人员就是而且有 我针对一个人特别服务习近平一个人 那这个情况都比过去 速杀非常多 对 在跟大环境这个举国体制 跟紧张的气氛来讲的话 这个是匹配是非常合理的匹配 所以我认为这个中间的故事 不是很难理解的 那个两个茶杯的其中一个茶杯 应该不是拿铁 我觉得我看了中国这次两会 我叹为观止 我知道什么叫派马屁 我怎么知道才知道说什么叫做 讨肾上高兴 广东的省委书记讲 我深刻体会 总书记领航把诺 是我们最大的信心所在 地心所在 力量所在 没错 这一次的很多地方官员 就争相的说 这一次我们两会的成绩里面 但是他们最后都会捧袭 所以这次变成两会变成所谓 地方官员的发言 全部变成捧袭大会 而且里面有 就像我们小时候写作文 到最后就他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可是这次两会最后一个是 习主席总的领航掌舵 领航掌舵 每个都要领航掌舵 最重要的关键就是领航掌舵 这四个字 你可以看蔡奇说 我们最根本就要有总书记的领航掌舵 然后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说 全党的核心 掌舵领航 所以这样 这都掌舵领航 这些都变成非常重要的 这个几个字 你看你看 包括说你刚才讲到 李希说 他比较有意思 他说我们最大的信息所在 底气所在 力量所在 那另外一个 这个贵州省委书记就说 惊天动地的这个脱贫炸弹 大战 惊叹世界的经济恢复大战 所以这样又享有更高 更崇高的这个威望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这个丁薛祥 我觉得他比较有意思 他说是中国号巨轮 行远自远的定心盘 定盘心 所以大家全部都在捧习近平 你看从 广东省委书记 重庆 然后上海 还有新疆 然后包括说贵州 北京 福建 天津 全部都在捧习近平 掌舵领 对 掌舵领 所以你只要这四个字 基本上在这一次两会 你就已经通关密 你就pass了 所以到现在整个 哇 中国大会已经变成是这样 捧习大会 那为什么会这样捧习大会 不只是这些地方官员 我们不许说王岐山 王岐山好像这一阵子被冷落 对不对 就好像王岐山 他这一次在参加 所谓的湖南代表团的时候 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力量智慧 然后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主义思想 引领复兴伟业 讲了那么多 然后他讲了非常多 里面来说话 他居然在这里面 我们为大家有黄字圈起来 他一共讲了八次的 王岐山 讲了八次的习近平 反正就是 他就说要有习近平的这个思想 为根本的这个遵循 然后以习近平思想为指导 然后用习近平思想中 找到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 然后要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等等 所以现在中国所有的问题解决 保险只有三个字 什么字 习近平 所以你只好习近平这三个字 就完全OK 习近平是以前问题的解决方案 因为他是我们定盘星 对他是这个行稳资源的重要关键 除了这个之外 事实上不只是这个所谓的拍马屁风 不是只有这一次才开始 是从十九大 因为十九大之后 他几乎确定说定于一尊之后 那当时 当时才有点 我们才真的是叹为观止 其中那种保洁 最叹为观止的是这个 深圳市的这个王伟忠 他说的 他说要把习近平的讲话 磕进骨子里 融入协议里 落实到行动上 另外一个 蔡奇说什么 不亏为英明的领袖 那除了这个之外 当时的国防部的 他们的国防部长 常万全 他说什么 顶天立地 然后这个历史 然后拖起伟大的梦想 惊天伟帝的雄才大略 引领前进的方向 哇 讲的 哇 真的非常夸张 另外 当时的这个 惊天伟帝 当时的这个李鸿忠 也是现在的天津市委书记 说什么 核心之核心 习近平 现在中国大会 官场就一片这样子的声音 你知道他现在整个这个风气就是这样 好 那于是呢 因为风气是这样 所以你们在捧的时候 国外媒体就故意戳你 你看 CN就说什么 CN就说 习近平在这次的 好像他的这个接班人出炉了 他就讽刺他 就是你自己嘛 所以你看 现在国内 中国国内跟国外的时候 其实是两个不一样的这个氛围 但是除了这两个不一样的氛围里面之外 其实这一次大家还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好像李克强 是唯一没有出来捧他的一个人 甚至李克强在这次两会 他有意无意的戳了习近平 还戳了 对那怎么戳呢 你知道事实上习近平不是在两会说 我们这一次攻坚获得重大的成功吗 创造了人间奇迹吗 没想到李克强在警戒他这样说的时候 他说什么 他就说我们要确保 不要发生什么 规模性脱贫的这个话语 这个规模性就表示你这个是规模性 你这个是故意这样做 就没想到他这样说之后 这个在中国的官媒里面没有出现这句话 他把它改成规模性反评 也就是说这意思是什么 现在所有的党的宣传系统 都在习近平的身上 不能够让你讲这种话 所以他嘴巴讲的是规模性脱贫 文字上变成规模性反评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他在之前不是说了 你都脱贫成功 他说有六亿人口 只有一千元人民币 所以搞了老半天他跟你对抗 好那跟你对抗的时候 习近平也没跟你客气 他这次就直接在这个人大通过一个法案 通过一个法案就说什么 未来 因为我们知道过去的这个 这个李克强是总理 他下面有非常多的副总理 那副总理来说 有的时候是总理可以任命 有的是大家一起来协调 对 任命 所以他现在准备把这个命令 把这个所谓任命 副总理 到什么 到他们人大 人大可以任命副总理 他意思是什么 人家就说 你摆明了 你就要架空李克强 我现在没办法 你还是在总理 但是我用那些新增的副总理 来架空你的权力 也就是你没有再有任命 副总理的权力了 对 你要任命谁 要人大点头 对 所以他就摆明了 就是他要架空李克强 所以你知道到现在 整个中国大法 真的已经找不到 可以跟习近平 这个抗衡的一个人 因为毕竟他是 掌舵的 唯一的那个人 好董事长 刚刚讲到的 之前特别提到 习近平找到接班人 而这个接班人 就是他自己 你以前就讲过了 虽然明年才换届 明年才确定 他能不能继续连任 党书记这个位置 可是关键 在今年的两会 以前的新风邪雨 都是在两会 但现在评论 如果了吧 现在习近平 透过整个程序 大家领航掌舵 他已经是万事一夕了吗 我跟你讲 搞不好 他就是准备 被中纪委调查的人 你不知道吧 因为他这里面 官场上非常复杂 而且他已经讲明的 很清楚了嘛 他要来从 要倒追二十年的老藏 就在内蒙古的谈话 内蒙古谈话的老 追二十年导藏 不是只追内蒙古的 二十年的煤炭的贪污藏 对 他是要追全中国 这二十年来的问题嘛 但是二十年只是个概念 其实二十年 不是二十年 是一个从改革开放 到现在为止 这个国家被贪污腐败 腐蚀整个国家的根基 第一的这些部分嘛 你现在看很简单 所有的大公司里面 房地产公司 一一告急 对不对 房地产公司土地哪里来的 政府来的 省批来的 他怎么会拿那么多批 那么多土地 他怎么会变那么大 那是谁批的贷款给他的 贷款怎么批的 所以这整个里面的国家 所谓的房地产的 所谓的建筑业的危机 所有的金融的危机 包括制造业的危机 包括你刚刚提到的 他有这个美国在外面的外交的压力要封锁 他的国家的科技 这些都是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之下 所以你看到没有 中国的股票开始暴跌嘛 那是先行指标 表示你后面是为什么暴跌 就是你6% 就是你定6% 大概认为说你定6%的GDP成长率 表示你后面有问题嘛 表示你没信心吧 那进入二十大之后的国内的问题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他整个的论述里面 他没有提到一项 他所谓的经济如何发展的问题 完全没有提到啊 对不对 他2025怎么2025制造 到底项目是什么东西 他现在中国这一次 现在看起来是疫情 他唯一的骄傲就是一件事情 疫情搞定了 疫情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成就 也是他认为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也是他对中国人最大的贡献 然后第二个他是说脱贫 那这些东西能够称为 称出他的权力基础吗 我这个表示是非常的困难 非常的危险啊 对不对 然后他的整个的国家的建设 未来到底在哪里呢 其实并没有论述出来 当然也有很多人在谈他说 为什么中央放两个杯子 对 这两个杯子是什么意思 你知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其中一个杯子的人可能是药 为什么放两个杯子 有 他吃 你放 你去开会 你放 我不会放两个杯子 他要坐这边四五个小时 为什么他一个人放两个杯子 他一杯水一杯茶就好了 对他有什么奇怪 就是他要把 因为他要淹饰某件事情 什么事情 他可能放补品在里面 可能中药 他要放药 因为他的体力可能有问题 因为他人胖 所以他的健康也是全世界关心的问题 我现在不能讲他杯子 我要讲他关心他的健康 因为他健康出问题的时候 也是另外一个危机出现 所以综合以上 所有的整个试一试来看的话 其实是充满了神秘 要充满了紧张 要逐步逐渐的观察 任何一个小事都不能放过 我们昨天才谈到 就是习近平在李克强下野最后演说的时候 照理一下 你们已经合作了十年的习礼体制 一定有一定的交情 而且有一定的革命情感 可是没有想到 习近平轻轻一握 正眼都不瞧 就直接走开 代表李克强已经淡出权的核心 而且完全不在习近平的眼界之中 习近平现在一人独尊的时代已经来临 而且这个一人独尊的时代 可能比我们想象来的更可怕 因为现在所有的讯息出来说 习近平现在要把所有的情报单位 所有的监控单位 所有的他所有的管控单位 完全掌握在里面 完全统合在一起 就像什么 就像史达林时代的一个内务部 史达林时代里面 他有古拉格道 他当时弄了一个非常可怕的 所谓的血腥对手的状况 都是由内务部来负责 就现在习近平还要在大权一把抓的状况下 把这所有最残忍 最凶狠 被人家形容超级东厂的单位 也要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吗 而我们看到这一期的金周刊 就特别提到 中国两会揭开了习近平 习家军全面上位的起手势 他说这是一个习帝国的元年 过去 我们讲了 过去十年 习近平的权力已经是中国最高的 他已经比肩毛泽东 难道从现在开始 习近平的权力还有更可怕的表现吗 好 在这一段里面 美岛电子报的董事长吴子佳 也加入我们的讨论 董事长你好 大家好 你说现在回过头来看 习近平跟李克强昨天互动那一幕 非常耐人询问 习近平看都不看一眼 正眼不瞧 直接手轻轻碰 就走开 当然你只是代表说 李克强已经淡出权力核心 可是更可怕的是 习近平全是滔天 没错 这一幕代表什么 习帝国元年真的来了 你看过去中国的二号人物 他代表什么 团派势力 过去的旧势力 不好意思 你就过去了吧 我亲亲碰你 我连理都不理你 他现在整个完全是 整个场合里面来说 就是他一个人说的算 那他现在呢 因为他正式登基 你能够注意到 这几天的时候 国际媒体都开始 用各国都用更高的方法说 你一定要打台湾 大家都拉高 那种对抗的调子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习帝国元年来之后 你这个路是回不去了 你只会越来越专制 越来越独裁 而且这个会导致 战争擦枪走火的可能性 都会更高 好 所以 现在大家讲说 他居然把所有的权力 大权一把刀 他居然要去仿效 史达里时代的内务部 内务部当然讲的 有人形容 什么叫内务部 那就是一个超级东厂 没错 如果保洁说是超级东厂 中国可能会成立这样一个单位 这是明报说的 他们有机构大改革 把目前的公安部 还有这个安全部 他们以前都隶属在国务院 国务院来说话是 可能是总理领导 他现在把他合二为一 变成是中共中央的 这个内务委员会 那中共中央内务委员会 就是隶属党中央 所以就变成是 他也抓在自己手里 他就变成这个超级的单位 所以 以前我还要转一手 过去我还要过一个坎 过去还是要李克强来处理 现在没有了 亲密习近平 那这个会整合什么 把这个公安啦 然后移民啦 户籍啦 交通啦 反恐啦 反间谍等等 全部都集中在一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 内政内务委员会里面 中共中央内务委员会里面 这个可能到时候 就用他的亲信丁薛祥来负责 那丁薛祥我们知道 他就是跟习近平是始终 他是绝对效忠于习近平 所以这个等于是超级 我们把它形容说 超级东厂 就可能会从此出现 那你现在不是已经 大拳一把招了吗 不是所有人都会听明白 你形式了吗 你干嘛还要把这种 刚刚讲的 你把这个所谓的移民啦 监控啦 户籍啦 所有的反恐反间谍 全部都掌握在进来呢 而且我跟他讲 越集权的时候 其实你越害怕 所以这就有点让人想起 这个史达林 就是当初 前苏联时代的史达林的时代 他也是大拳一把招 问题是大拳一把招 他怕会有人会对抗他 所以他就成立了 内务人民委员部嘛 就是这个NKVD嘛 所以习近平是学理史达林的 对他当时抓了 他在这个清洗的时代里面 他一共抓了六百万人 那包括说我们很明 很明显的这个古拉格 这种所谓 这个所谓提中营 就是他弄的啊 所以现在人家就说 你会不会也是仿效这一招 那为什么要仿效这一招 你看因为他们今年根据他们 这个内部的这个讯息出来说 他们维稳的费用 超过两千亿人民币 折二信贷币是八千八百七十亿 约莫已经是我们这个所谓 我们的总预算的三分之一 他是用来维稳啊 我们组织遇到说 中国的军费增加了七趴 七点二趴 对 结果他的维稳经费增加了六点四趴 对那你看 事实上李希向中纪委 他说得很清楚啊 你看就铸就所谓的 分治忠诚 清除害群之马 真正做到让党中央 还有习近平总出去放心 所以也就是说 现在就是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 那当然要把所谓的这个对抗的势力 或是说 要把这个所谓相关监控的势力 做到最强的一个状况 可是中国可怕的是 他只有更恐怖 没有最恐怖 所以他现在讲 我先把所有的数据 包括所有的金融监管 也都要整合起来 而且安全部门 目前为止是这个习近平一把抓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金融部门 如果你 如果你不要联想得清楚之后 这两个东西 刚好就恰恰是习近平最担心的部分 我们知道事实上 2012年13年他要上位的时候 谁反他 周永康公安部门 所以我要把这些部门完全找到 2015年谁反他 金融政变 所以我要把这些金融业 我要全部掌握 在他生日那天 对 股票大跌 所以这两个我要掌握得非常紧 所以你看他现在成立了 叫国家数据局 国家数据局是 把所有的数据 全部都要接到这个地方来 当然有网路数据 还有金融交易的这个数据 同时你知道 他要重组这个金融 金融监管的这个业务 他把这个相关的这个中国银行保监局 把他整合到这个作为中国金融监管 中立局去 后来未来那这些都要整合在一起 你知道他会怎么做吗 他可能未来会在党中央设立一个叫做金融委员会 党中央金融委员会 然后金融委员会来说 他自己的亲信会认这个要职 那毫无疑问 那又是他要掌握 所以你看事实上 这为什么外界会用习帝国来这样说 你除了党政军都抓在手里 现在你公安体系也抓在手里 连金融体系也要抓在手里 然后这次两会里面的很多政 很多这些所谓商界人士 也都是你的人 所以现在当然全中国 你要说这不是习帝国 不然什么才叫做习帝国 而且你也接着 金周刊也特别把了习家军 今天所有的人 就说真的每个人都是习近平可以直接指挥的 当然你看事实上李强 李强是未来可能会接这个这个总理的 那另外有丁学强 丁学强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中国那些所谓主管公安的未来 如果有一个内政的这个委员会来说 可能就是由他来担任 是习近平最相信的人 另外一个中央办公厅来说 可能就由蔡奇来这个担任 另外一个李希就是所谓的这个中纪委的这个部分 那如果是经济来说 有两个重要人物 一个是何立峰 何立峰他主要是取代过去刘鹤的角色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中国的新人行的 好像讲叫朱赫新 可是他 那这些人有一个普遍的这个状况就是 他们都没有中央历练 他们可能说地方大员 因为你是地方大员 你可能跟中央瓜葛没那么高 但是同时也告诉你说 他注定就是个弱势的总理嘛 因为他根本没有中央的力量 所以这弱势的总理就是习近平要的 因为他要全力一把抓在他的手上 总部长 过去十年我们来看习近平来讲 他已经是继毛泽东以来 整个全中国最有权势的人 而且他等于说是可以控制了一切 所有的党政军都在他回响 可是我没有想到他现在更加集中 把什么内务部 有人讲连超级东厂 他都要设立了 对 这有点像苏联时代的内政委员会 那这个内政委员会就是所谓的这个老大哥 无所不在 他完全 他就是老大哥 对 老大哥 但是对人民的掌控能力非常的加强 这是不得了的这个不得了的权利了 大概是没有不能做的事情 但是你要反过来看 到底他面临着什么样的环境 其实中国或是中国跟中共 进入一个非常艰困的年代 这个天下观 第一个你看这次两会中间所设定出来的 GDP的成长目标是现在剩多少 5%嘛 5%够不够 5%能够维持他的失业率 跟维持他的稳定吗 不行吗 当然不行 我们过去他已经享受过那种8% 10%剩下6% 他的失业率已经非常不稳定了 所以他这个是其实经济呈现不稳的阶段 那在理论上来讲的话 这叫做中产阶级陷阱 因为他现在的人均收入是多少 是一万两千块 美金多一点点 那所有的国家 台湾也经历过这种一万两千 一万两千 突破这个点以后 需要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什么元素 就是科技的力量 你的经济跟你的生产力 要加上科技的因素以后 你的时候腾龙患鸟 你的经济会有大幅度成长 结果这方面美国封杀他 美国把他整个路砍掉了 所以他这个陷入所谓的中产阶级陷阱之后 进入低的这种成长率的情况 而且目前他设定5% 请问你 那我们INF 看他未来是5%吗 没有 当然没有 要估到3% 3%的话 这国家会进入一个极度不稳定的阶段 所以他的工作是什么 掌控 对 他要维稳 因为老百姓不稳了 前段时间我们看到了 有白纸革命等等 内部部 白纸白宝 非常多 你看他的权力越集中 代表他的后面所 他需求越大 越恐惧 他要恐惧 恐惧就是他需要维稳 维稳要投入非常大的力量 他没有这个机制的话 无法控制他的维稳的东西 难怪布林可讲 中国最大问题就是 他对人民的恐惧 对人民的恐惧 人民所谓来的所谓来的挑战 非常的险峻 这是第二个 他非要去控制这东西不可 他不是说他想要 他是非要不可 他否则无路可走 第三个更糟糕的就是 国际环境的非常的恶化 因为美国对抗他 习近平自己在 习近平从来没有过 在两会期间 他这次到了一个委员会去 到一个地方去视察 过程当中 公开批判美国 对 点名批判 这个在中国 在中国共产党里面 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过去都是说 某些国家 某一些人 都是用含糊笼统的形容词 这次是公开的 所以不留余地了 不留余地等于在跟 在用这种方式是高度的 跟美国呛下嘛 跟美国呛下什么意思 因为美国已经设定很清楚 知道你这个国家是唯一将来 可以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 可以破坏全世界的国际的 新国际秩序的唯一的国家 而且不断的在在全世界各地 推销什么 推销说民主不是好的制度 我们的中国的共产党的制度 也可以推动国家达成成功 叫中国式民主 对 中国式的社会 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 这个特色 所以有很多的国家 就是我们不仅仅要搞民主 就搞独裁 也可以成功 所以这个东西 会变成什么结果 严重挑战美国本身的立国精神 那美国设定的秩序 就是以自由民主 作为基础 直接挑战美国 那美国一定要干你 所以在这种国际情况 很恶劣的情况之下 他又是第二大国的情况 他怎么办呢 他面临这个挑战 所以他度过这个难关的情况之下 他唯一做就是什么 这叫什么 这就是爱国主义 所以他的国家主义 变成主要的核心 他用国家主义 作为整个国家的领导的方式 跟整个的意识形态 跟统一思想 难怪我会想到两岸 直接回兵修占尾了 对 那各地 不是台湾 他内部外部 都是在高度紧张 因为这时候只有爱国 才有可能成功 老百姓因为你的工具是什么 你的资产是什么 你的力量来源是什么 是人民嘛 所以他不要人民要控制好 人民就帮他去赚钱 他能够割韭菜 他能够发展军火工业 他能够帮助全世界 在全世界各地在一起之地 因为他知道他同样的 他又靠这个强大的美国霸权的压力 又创造一个他内部的需求 他变成一个中国少见的 绝无仅有的富裕的环境之下的一个皇帝 奄然而产生 就是今天的服务 那他没有回头路了吗 没有回头路了 干到底了 除非除了干了他本人垮台为止 但是这个制度目前过去没有被验证过 也没有看到一个国家能够搞到十七兆人民币 如果今天突破这个陷阱的话 他会变成很快的 二零三零二零几零年之后 马上变成全世界第一大国 第一大生产的综合国力的比赛 他会变成第一大第一大 第一大经济的强国 那这个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美国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 美国知道他地位被挑战 所以美国就不断地在联合各种的方式 在金融上 尤其在安全上挑战他 让他增加他不断的军费 这次你看他军费开始提高 七点二 增加七点二 明的七点二提高了 暗的还有各种军费 他不断的投入 让这个国家也进入另外一个说 跟苏联一样 他的经营成本开始增加 国家也变成更艰辛的情况 因为社会他的社会福利 有跟着没有办法支撑 前面这些搞的这些所谓的 清零花了很多钱 现在负债雷点 所以这个国家 我刚刚再回到前面讲的 他是进入一个艰困的年代 那这个艰困年代 他就利用这个情况集中大量的权力 然后绑住人民的这个 呼吁出人民的团结 来巩固他的力量 是他唯一目前可以选择的一条路 现在全世界都在注意间的影片 也就是在两会的时候 李克强他要下台 李克强下台发表了 他最后的演说 就照理讲 你们两个人合作了十年 习理体制维持了十年 你们两个应该有革命感情 可是你就看到习近平怎么对李克强 这么样的冷淡 而习近平对李克强这样的冷淡 被解读说 李克强的路线要彻底被丢到 这个所谓的共产党的门外 那如果没有李克强路线 只剩下习近平路线 未来没有习理路线 你说这个时刻 美国很清楚 美国就非常确定 以中国为敌人 因为只要习近平大权一把抓 美国就跟中国没得谈了 没错 全世界都在看这个影片 这个影片是李克强发表的 最后是演说之后 照理说要离席 结果没想到 习近平就跟他握一手 他连正眼都没有看 他就直接离开了 你们两个合作十年了 对 这外界怎么解读呢 因为过去一段时间 我一能够跟这个习近平 抗衡的就是团派 团派在上一届的政治局里面 有非常多 就随着李克强离开之后 团派也没了 都没了 所以正式成为什么 汪洋也没了 习家军 有时候习近平 一个人缩了这个时代 好那实际上 为什么大家会这样解读 你看因为习近平 他真的是 故意不看他 那他走过去的时候 他还看到碰到谁 碰到李家超 李家超 他因为李家超 李家超还在第二排 他还停下来 跟李家超这样 打招呼 打招呼 然后李家超跟他敬礼 还这个样子 所以他真的就是 故意不要看李克强 给你就是说 反正你就是过去 你已经过去 是我不要理你了 你说冷淡也就冷淡 你要对所有人都冷淡 可是你对李克强这么冷淡 还特别跟李家超 打招呼 而且你知道 后来这个李克强 他出去外面 演讲最后一次的时候 他一有所指就说 人在干颠在看 人在做天你看 苍天有眼 苍天有眼都出来了 就有人说 你是针对谁讲这个话 所以非常有意思 刚才从那个 习近平现在对李克强 那个动力就代表 李克强时代已经过去了 那个完全以经济为主要思考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我是以政治军事为主要思考 如果用政治军事来作为思考 那你就是美国的头号敌人了 对 习近平已经在美国的 全班的打压情况之下 造成中美关系异常的严峻 他自己也已经讲了 结果造成什么效果你知道吗 变成他 习近平变成一个 对中国的一个绝对的独裁者 权力绝度的其中其中 绝对独裁者 然后在这次两会期间 我们在观察了 目前还没有看出完全决定的 就是他会听说他要把他的公安部 跟他的国安部要合并成一个内务部 那这个就不得了一个事情 就是把他的一个内务部变成党的机构 那这个公安部原来是政府单位 现在归党管了 这回到什么时候 回到俄罗斯以前的内务部的时代 变成一个要用这种高压间谍来管理国家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 极度的权力的其中的一个表示 所以我以前本来就是党指挥军 党指挥政 现在我这个党指挥军跟政 更明显了 那个军不用谈了嘛 他现在就掌控力 对内部的约束跟掌控力极度加强 他把国安部跟公安部加强在一起 对人民的控制力量的话 简直就是说水银下第一番 根本一点机会都没有 各方面全方位的掌控了 这是最近我们要看到三月中旬之后 出来的那个整个的一个变化 而且今天还有条新闻是 他本来网路监控 或者是说他的舆论监控是分不同单位 他说习近平要把这个所有的网路监控 舆论监控 讯息监控 全部都收为一个单位来处理了 对 他通通 他而且他最近 他的人事的方式也做很大的转变 你看到所谓的传统的习家军 原来是从他里面福建 跟他浙江跟上海的一些的 一些所谓的团队嘛 对不对 结果你看到这次派出来 很多的省长 副省长 包括省委书记 都是从兵工系统出现的高管 也换言之讲 这是全民皆兵的概念 每一个省市大部分的 重要的南部的省 东南的省市里面 都是有当过军工企业 或军工单位的首长 所以换言之讲 他在测所谓的 他的国防的这些的条件 跟所谓动员征兵条件 完全在要遍布到 每一个地方的省市当中 这是已经做了战争的准备 包括法律的建制 他也在做这个工作 我正讲全部是在其中嘛 全部都是习家军 这个习家军 第二批现在的习家军 大部分是属于理工科系统 都是属于航天的 然后飞弹的 就是这个系统出来的人 所以我刚刚讲的 兵工系统 来掌握地方政治 那这就是动员 这是很简单的动员概念 因为这些人才知道怎么打仗 所以这个部分非常特殊 在我今天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 我真的百事不得心 怎么会有人用中指按钮 而且他的动作明显 比习近平慢半拍 真的很怪 我看到这画面我也试过 就是我怎么按大拇指有可能 用拍的也可能 食指有可能 不可能按中指 观众朋友你看这画面 他们是在所谓香港国安法 你看李克强 他不仅比习近平慢 然后手伸出来就是中指 很怪 他到底为什么要用这种 想不透保健哥 而且我们回头翻 2016年2017年2019年 他只要站住在习近平旁边 就用中指按钮 真假的 很怪 很怪 所以我们就调了以前的照片 2016年的时候 他当时按钮用中指按 到了2017年的时候 妙哦 他这个时候是用左手 左手伸出来也是用中指按 结果到了2019年 李克强在按的时候 这时候换的是右手 右手也是用中指按 所以李克强是一个习惯 用中指按钮的人 很怪 不知道是对习近平怎么样 可是今天有一件事 非常明显 他在打习近平的脸 很清楚 这假的 打习近平的脸 习近平是一心想要脱贫 而且习近平自己在两会也讲 2020全国脱贫的大方向不变 很清楚 就今天 这样在人大闭幕的记者会的时候 李克强讲一句话 全中国的网友都震惊了 中国网友被打脸 中国有六亿人年收入不到一千块钱 而且连租房子都有困难 六亿人的月收入只有一千块 不到五千块了 月收入只有一千块 然后他说连租房子都有困难 很显然他在打习近平的脸 李克强自己讲有六亿人年收 月收不到一千块钱 这件事情很赤裸 所以今天很多 所以现在讲说中国没有脱贫 中国现在贫穷线当中 我打李克强的话 就可以打习近平了 可是你要怎么样 现在已经五月了 你要怎么样 怎么样让六个月 六七个月之内 让六亿人年收 月收从一千块变两千块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李克强其实很赤裸 跟习近平讲说 你做这个任务 做不到啦 所以很清楚 这是今天的状况 这是在两会之前 李克强也打了习近平一点 两会之前习近平 有很深的不安全感 对不对 渤海军演也被传说 是他绕囊在渤海 为了护卫他 对不对 就在两会之前 习近平特别派特勤局长 王小红 特勤局长是他超级亲信 王小红进到国务院 进到国务院的时候 王小红不是自己进去 他是拿着圣子进去 他跟国务院的人说 我要来检查监督 每个领导人 以及部委的工作及生活形象 去国务院 李克强的地盘 对 要保证没有偏差 所以其实王小红 这进去是拿着圣子的 左手圣子 右手上方保健 带着人的特勤进去的 结果李克强直接不给脸 李克强火大 直接带着他自己 亲卫队 把所谓的王小红的人 全部赶出去 真的假的 这个故事很精彩 你要想想 这就像是古代 古代的皇帝 派他的玉林军 去那个所谓上书房 说要去检查 就上书大人 直接派他卫队 把玉林军赶出去 所以那个时候 大家都传说李克强 是不是对习近平 有非常非常大的不满 我们刚刚谈到 在中国两会期间 两会是中国非常纵向 每年一次的政治大拜拜 就这个政治大拜拜 照着讲应该是 中国最戒备森业的时刻 没有想到在江苏 刚刚讲的公安厅 还有他的办公室 竟然都出现了大火 出现大火有人讲说 这个是冲着习近平而来的 你为什么一个江苏的大火 是冲着习近平 原来这次人民代表大会 你是作为江苏省的人民代表 你是江苏省的人民代表 你竟然江苏就开始起火了 那只有这件 你也不能讲说 那就冲着习近平 更妙的是 导播我看 这个画面 这个是习近平 他特别跑到那 特别跑到了广西 广西去看一个甘蔗园 因为甘蔗对中国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 习近平也特别去了 他特别去摸了这个甘蔗 就这甘蔗怎么了 被烧掉了 烧掉这个甘蔗 摆明火就是冲着习近平而来 所以市中 刚刚讲到的 现在碰到了习近平下的内忧外怀 很多不是想象 不是猜测 一个习近平和甘蔗园被烧了 第二个 习近平是江苏省的代表 江苏省爆炸了 还有更夸张的是 有人讲说习近平身体不好 习近平身体不好 又是谣言吧 大家看 这次两会期间 过去中国两会期间 都在14天左右 两个礼拜 就这次 一个礼拜就砍究一把死 不但是一个礼拜就砍究一把死 习近平出现的时间 出现的场合 大幅缩小 老姐目前为止 习近平是大权在握 几乎是一个人的这个武林 但是你看他管了中国里面来说 里面你仔细看来说 有非常多不确定的阴影 开始在蔓延之中 不确定的阴影 为什么 实际上他在这段时间 从今天到现在为止来说 中国其实一直爆炸一直烧 一直爆一直烧 一直爆炸一直烧 不是只有我们今天看到了 两起一个在江苏的 这个张家港 一个在江苏的这个公安厅 不是只有这两起 最近很多很多的爆炸 都很莫名其妙的爆炸 以前我就是人民上访 要不要最多 就拿一个白纸 就不得了了 四通桥挂一个白布条 惊天动地了 现在直接跟你炸 对 为什么他们要炸 抱歉 因为他们现在没办法上访 因为为什么 他们要上访没多久之后 都会被拦下来 然后就被抓走了 所以他们没办法上访 那怎么办 我就原地炸 炸给你看 表达我对当地政府 或是对中央的不满 怒气没有宣泄口 所以为什么炸炸炸 烧烧烧烧 就是这样的原因 那另外一个就是 习近平看过的东西 他在去年12月的时候 去看了这个甘蔗田 那甘蔗田 12月14号 看完之后 这个甘蔗田变成是 全国知名景点 有一阵子还要大家排队 还要收钱 真的假的 对 习近平去这个地方 摸了这个甘蔗 这个甘蔗就变成了景点 你要去还要收钱 对你看有一阵子还说 他还围起了红楼 那你要去摸的话 还要还要给钱 然后后来 但就因为太多人了 他就说 那我们不开放让大家摸了 结果没想到 在1月11号的时候 这个甘蔗田被烧掉了 就是习近平摸的那个甘蔗 就是那个红楼围起来的甘蔗 照理说你现在国家重点文物 你怎么可以这样让他烧掉 所以大家对习近平陷然是不满的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不是我觉得更可怕的是 你知道吗 第一个有人敢烧 第二个烧了以后 人没抓到 对好那除了这个一直烧 不断的烧爆爆爆之外 你看美国在外面 你看现在拜登跟川普 两个人都对你 准备要把你这样 变成是菜单 对不对 要把你探家的 对他们已经把你看成是个菜单 好那除了外面 有人在这个逼迫你 里面很多人爆炸爆炸 现在有人怀疑说习近平 你的身体恐怕也出了问题了 为什么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两会 过去如果 因为如果你比较了解中国的政治 两会大概都是两个礼拜 今年只有一个礼拜 而且如果过去一段时间 习近平你看讲话的时候 他有时候来这个大报告的时候 他都一个站着 讲三个小时他都讲过 现在都没有这样子了 而且他最近白发很多 然后身体略为消瘦 而且有时候走路也是一搏一搏 大家想说你是不是身体有什么状况 所以我来说 现在搞不好是内忧外患之下 让习近平省的健康 好像也出了一点问题 所以我刚才讲的 中国过去发生这些事情 爆炸的事情 照讲你都可以压得掉 就像是贵州大火 你都压了12天 这个东西全世界才会知道 对 你没有想到这一次 你在两会期间 两会期间发生这个事情 照讲你应该是压得掉 第一个 你压不掉 第二个 你现在有人直接说 这个张家港是政府的 这个东西是我炸的 炸了以后 倒不开到底下 这个东西没有 我有剧名是袁建宏 我还把我的这个 所谓的字号给留出来 但你真的假的 大家去查 对 还真的有这个人 没错 事实上 中国这个在今年 3月7号的时候 张家港的这个政府大楼 发生个爆炸 你看整个爆炸掉 这个状况 炸到什么状况呢 有人在这个地方 发现了这个煤气罐 所以他可能是用煤气罐 丢进去之后 然后炸掉 然后炸掉之后 你看这整个 政府大厅的这个玻璃 完全都被炸掉 而且那个铝门框 什么都被炸飞了 所以你还可见这个炸 现场的这个炸爆炸威力 是相当强大 那第一个时间里面来说 所以这个是他的政府大楼 对 政府大楼的大厅 整个玻璃 全部碎掉 对 碎掉 照你说 你炸的 应该是大家都不敢说话 就没想到 这个炸的人 他就马上在网路上 po了一个文章 就说这是我炸的 我要求这个贪官 还我工厂 那私宅等等不平等的弹域 我说我正在等待 自首 你如果来 如果真的你给我这样 我就自首 然后他还守名 许 他的名字 然后他的身份证 自好都弄出来了 那他想说真的还假的 因为他后来 还踢出了一个说 没有错 我就是这个袁建宏 然后我还是某个公司 我们这个某个公司 这个所谓 和声速控机床公司的 这个老板就是我 所以他就讲了 你看还我工厂 他都完全兜了起来 所以他真的是工厂老板 而且他做什么东西 他做的是弯管机 跟切管机的工作 对 就是类似我们的车床 这样子的东西 结果他就说 贪官 然后还我工厂 还有这个侵占我施展 他的工厂被收了 所以看起来的话 这个故事好像是真的 这个好像不是假的 他就真的去炸 而且现在都 连名字都出来了 好 那我们就讲 不是只有这一件嘛 我就讲 为什么他要选江苏 还有这个江苏公安厅 江苏公安厅是 江苏公安厅在这边 他是一栋大楼 就他在大楼的顶端烧了 顶楼炸 你到底是什么回事 为什么在顶楼 这样烧成这个样子 那因为烟很大 所以第一个时间里面 很多人都拍到这个画面 拍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就在网路上流传 但是中国网路全部没有这些影片 这个包括说像江苏的 这个公安厅的大火 甚至在刚才张家港的爆炸 公开的都没有人报道 都是他们在网路上传 大家已经讲了 这怎么发生这种事情 而且刚刚讲到 江苏跟南京 不是只有这一件 已经连续发生好多情 除了这个之外 你看最近南京的时候 还发生了大火 2月23号 然后造成了15个人死亡 那这件事情来说 你看这个南京市 我们还非常伤心 怎么会发生这个事情 就烧成这个样子 好那你来烧成这个样子 你看最近都是在南京 要么就是江苏发生的事情 都在这中间 对对这一段时间 好那为什么这一段时间 因为这次习近平 他刚好代表就是所谓的 这个江苏代表团嘛 你看这是什么 他在江苏 你看习近平在参加江苏代表团 的时候还特别讲到 薪植生产力 他一直在讲的嘛 所以薪植生产力 是接见江苏代表团讲的 他一直在讲 一直在讲这个东西嘛 好那所以人家为什么要 针对江苏代表团 你在江苏我就给你难堪 我就会故意在江苏这边 给你放火 给你炸 炸让你难堪 好那我就讲 不是 我们就说 最近都一直炸炸炸 我不是说假的 你看第一个 这是两会的第一天 北京有一栋楼就突然 砰炸掉了 北京 对没错 两会的第一天 炸炸炸 炸已经大爆炸 对爆炸 然后这个 这个他石头丢飞出去 他在很远的一个路过了 外卖小孩还被炸到了 所以这件事情来说在北京 诶 讨论了怎么会发生这个 诶 照理说两会第一天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在海定 海定区发生这样的爆炸案 好那除了这个两会的第一天之外 后来卓州 在这几天的时候 诶 卓州 他是医院 医院出现个大火 你看这个烧成什么样子 你可以想象得到吗 这是河北卓州的医院 对 这是算他们当地大的医院 就有点类似我们这个 这个重要的公立医院 诶 居然发生大火 而且烧烧烧烧 他就说幸好伤亡不大 但是他就说你知道北京在烧 然后这个地方 卓州医院在烧 好那你以为只有这两件 没有 后来的话2月25号 河北省还有很多 汽车起火的这个事件 然后2月26号的时候 这个济南又爆炸 对 那个鞭炮爆炸 爆了很严重的这个状况 然后景德镇也出现一个 爆炸的这个状况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往南东莞的时候 在3月2号的时候 有一个这个电路厂 也出现一个大爆炸 这个大火造成非常多人 伤亡的这个状况 甚至3月3号 郑州的河南的郑州 也是发生一个爆炸 还有辽宁的丹东 也是爆炸 从一楼烧到24楼 这样整个烧掉 所以你看 中国是大江南北 烧烧烧烧 炸炸炸一大堆 大家想说怎么回事 因为他们现在没办法 整个上军去上榜 我就知道 炸给你看 我的抗议的 你的一个情形 而且我当时看到了 习近平跑去广西 就看这个甘蔗田 我想这甘蔗田 有什么了不起 是 你告诉我说 甘蔗原来是中国 非常重要的战备物资 所以习近平去摸 这个甘蔗是有意义的 结果这个甘蔗就被烧掉了 没错 那为什么习近平 要去这个地方 他们在广州 他们有一个甘蔗的 这个算是他们的 这个所谓园区 那这个园区里面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中国还这样说 我们习近平 为什么要去摸呢 为什么要去看呢 他说 为甘蔗装上中国心 中国心 对 为什么 他还讲了 他就说 因为甘蔗非常重要 影响了包括说 他可以做糖 影响食品 衣料 化工等等 重要的东西 然后总之是 这个农业的芯片 那我们要卡薄 并没有卡薄之后 我们要研发好 我们的中国的 这个所谓 这个甘蔗的种子 那因为他去 这边看 你看他摸了这一下 就摸了这一下 因为这个照片 在中国广为流传之后 所以大家都想要 学这个知识 所以大家后来 都想去摸 所以就后来 没多久之后 大家都去摸 摸摸摸我就讲 要排队 排队后来 这个当地人就不满 不满之后 这个1月11号之后 索性就把它烧掉了 所以那实际上 显见大家对 习近平摸过的东西 已经没有在 稀罕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就是 之前曾经讲过 一个怪事情就是 照一讲 你每个人就一个水杯 对 可是习近平都是 两个水杯 而且两个水杯 这两个水杯 进来跟别人用的水杯 完全不一样 更夸张的是 刚刚讲到的 不但你有两个水杯 这次的时间 也都大幅缩段 对 我就讲嘛 事实际上在过去一段时间 两会都是非常久的事情 大概两个礼拜 14到15天 但是今年之后 约莫只有7天左右 而且那人家在看 你看习近平 你看习近平 他都是两个水杯 那跟人家一个水杯 都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那他约莫从2019年开始 出现这样的 两个水杯 那两个水杯到底喝什么呢 现在有人就说 他可能要喝热茶 那甚至下一个说法是 他有装补药 还是他可能有什么药品 要让他喝 因为这个 他拿出来的这个瓶子 跟一般的瓶子 不太一样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瓶子 大家不知道 不是一般的水壶 对 好 另外一个什么呢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看他过去讲的时候 你看他都这样子 站在上面讲 那他有时候 他在2019年的时候 曾经讲了三个小时 而且他都没有 这个从头到尾这样讲的 都没得到非常好 可是现在已经非常少 看到他站着讲话的这个状况 很少站着讲话 对 很少 而且还有一阵子 我们不是看到吗 他前一阵子来说 去哈萨克访问的时候 不是往上 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时候 差点摔倒吗 然后他就说 你走路有一拐一拐的这个状况 而且他罕见的出席 非常多重要的这个会议 那目前为止 头发也比较白了 你说他很多活动不见了 对 今年很多活动 他都没有办法参加了 然后有时候 他看起来头发比较白 甚至是说 包括说你看 他最近身形 看起来比较瘦 那包括最近说 不是听说这个李强 跟蔡奇两个人 有这个身份的这个不一样 难道是为了未来接班 在做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状况 所以很多这个不寻常的讯号 你都可以看出来说 难怪会有人质疑说 习近平你是不是身体出了问题 董事长 这一次的两会刚刚讲 以前都开到14天 现在只有7天 不是 只有6天 这真的非常不寻常吗 还有今天在江苏这个大火 还有他碰到的甘蔗田 就被烧掉 这个对习近平来讲 是很大的冲击吗 我认为中国的维稳 的这个工作 面临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因为这个经济的情况 实在太坏了 有很糟吗 有很糟吗 而且糟糕到一直往财目前看不到底 看不到头 就是你的政府债务 你的房地产 包括你的创新能力 你的出口 通通在衰退 所以这个国家本身 过去与邓小平时代 讲的所谓的改革开放 当时有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就是说他们要维持7到8% 8%的GDP的成长 所以这个国家经济在发展的 腾飞的情况之下 他人民的收入 大家都有丰富的收入 因此社会的整个社会安全网 是稳定的嘛 对不对 那现在 这次提出来是5点多% 去年也提出也是5点多% 但去年有所谓的专家学者的 实际上海外学者的分析 国际学者分析 大概是1.5%到2%左右 所以当然就是不稳 撑不下去了 这个维稳变成不稳嘛 那这个不稳的情况就是 你看到了嘛 烧火了 你现在看到这个他不怕烧啦 他一定有很多群体事件嘛 包括那个贵州那个女的被抓 对 你欠我钱 我就跟你要钱 是政府欠我工钱 然后政府把人 把那个收账的人去抓起来 哪有警察去抓人 对 这种是政府民族的钱 我帮你政府做事 结果我跟你政府勤款 政府不但不给我钱 还帮我抓起来 对这种 所以他这个现在已经荒腔走板了 因为整个没有钱 从这次特性里面 你可以看出他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我曾经提过一次 就是他推 他通过一个叫做特别国债嘛 为什么特别国债 就是你刚刚讲贵州这个问题啊 政府没有钱了嘛 他过去都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对 办大事干什么 就花大钱嘛 就是我花大钱搞电动车 花大钱搞半导体 不是搞电动车 花了几百亿 结果通通打水漂嘛 电废墟 对被挂掉了嘛 现在像电动车还看一些成就 还有些地方看到一些发展 太空科技也不错 有某些地方 但是整个国家现在是属于 穷困缺乏资源跟资金的状态嘛 然后未来的方向来讲的话 是困难的嘛 因为他背负的老问题解决不了 解决不了情况之下 现在变成公务员吸水发不出来 没错 对不对 所以讲过 江苏的公务员折价的这个比例是最高的 所以就是很简单讲了半天 就是我刚刚讲的 他过去七八%的GDP 现在号称有5% 实际上就1.5% 这个情况叫什么 比如说收入减少嘛 收入减少老百姓就是活不下去了 就穷了嘛 那习近平解决不了吗 现在好 现在所有的问题就变成没有人负责 你看见没有 李强现在也变成幕僚长了嘛 李强并不是 他就不是总理了 他是总理 但是不是李克强跟李鹏这种总理嘛 他就变成一个幕僚长 那说有一切解决问题 只有一个人就是习近平个人嘛 你说全中国只有一个人解决问题 就是习近平 对习近平一个人 他提出一个马克思理论的修正案嘛 一个新理论嘛 叫做新职生产力 新旧的新品质的职 因为马克思的概念里面 就生产力劳工资源 这几个都是三大要件嘛 对不对 他就提出来这个 生产力要有新的品质 那就表示科技嘛 新职生产力 我的看法就是他要把高科技突破嘛 那高科技突破 老美到处就杀啊 闲杀啦 所以不可能 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 大家不知道怎么办 就他提出来的新理论 现在第一件事情 先不要谈干什么 先开始学习 学习习近平伟大理论 好你再来看就变成人的问题了 你看现在的人 李强他过去的两派人嘛 福建邦跟浙江邦 你看到没有 李强是浙江邦嘛 然后这个陈明尔这些人 浙江邦嘛 然后你现在看到的 那个新的这个是哪里 重庆市长 税委书记 这个袁家军 这些他用到无人可用 因为等于福建邦挂了嘛 福建邦用完了啦 你现在什么 消耗光了 刘鹤啦 蔡奇啦 这些都是福建邦跟浙江邦 他老班底嘛 问题是那些人才现在在哪里 王岐山 朱镕基 对 都没了 都是人才啊 那现在人才是谁 没有了 没有人才嘛 没有人才变成一个人嘛 你看那个李强 李强连拍个手 都要盯着习近平 习近平先拍 他才敢拍 你看朱镕基上台 他的第一个是 我准备了一百幅棺材 九十九幅给你们 一幅留给我自己给你干 他就敢发下好语有作为嘛 对不对 你看到李克强 李克强敢承认说 中国有六亿人口 每个月收入在一千块人民币以下的 他敢承认他的错误耶 现在这个没有啊 没有 现在是伟大的共产党 伟大的领袖嘛 搞伟大领袖个人独裁嘛 搞个人神话嘛 神话个人的结果 就是变成整个国家 没有创意 没有生命力 没有活力 那没有活力 没有创意的话 怎么会有 怎么会有科技呢 科技不可能创造出来 所以他现在走的方向 这整个情况你看到 一定会越来越蔓延 所以维稳这个目标 跟他任务的困难度 会与日俱增 而且全面性的崩溃 今年没有开三中全会 真的让大家这么失望吗 真的把大家都给吓坏了吗 因为这代表着什么 你看几十年前 所定的三中全会 发展到现在 本身发大财 发展到现在 你现在如果连所有的 经济方向都没有了 那可以断定 二三十年后的中国 是没有任何一个愿景的 因为没有人去 破坏这个愿景 他现在没有任何 经济蓝图了 没有经济蓝图 所以这是为什么 李强他整个取消掉 他的一个记者会 你要讲什么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啊 然后呢 现在外门甚至讲 你说李强不是不开记者会 是他不知道讲什么 因为他的老板 习近平也不知道啊 所以习近平 他在创造出一个东西 我们要发展的 叫新质量的一个生产力 什么叫新质量 他去年九月 开始创出来 没有人讲得清楚 他说我们要什么 要对环境好啊 要发展一些高科技啊 说的没人听 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大家认为这整件事情 开始不寻常 包括高盛的一个投资官 都说现在中国的经济 已经开始出现高度的一个确定性 你看到他的房地产的价格在下跌 你可能认为说已经跌得很惨了 问题是他可能是无量下跌 可能会跌得更惨 因为现在看起来 中国所有的相关的数据 包括这一次李强公布的 什么我们的收入增加了8.4% 我们失业率是5.5% 我们人均可以支配所得增加6.1% 他们说这所有数据 跟你之前可以透露出来的 几乎都都不老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包括高盛这个投资官警告 不要去投资中国 而且不是只有短期 因为他认为中国的经济 是长期的放缓 放缓到什么地步 现在看起来 一样是没有办法预测 所以就是提到就是说 为什么这一次三中全会 没有开情况之下 这两会人家都说 你根本不知道在开什么 还有最重要的这件事情 外民直接取消理账 不是国家总理 是习近平办公室 连CEO都不是 是助理 因为你现在除了习近平 叫你讲什么 你就讲什么之外 你根本没有办法 应付任何媒体的一个提问 所以提问 今年刚刚讲的 他有30多年的传统 从朱镕基开始 今天在两会的时候 我可以让所有的记者 畅所欲言问你 让你问到报 也就是我利用这个时间 我可以把我未来的 五年的计划 未来整个中国的蓝图 好好的对外宣传 而今年李强 竟然没有开 他的总理记者会 你说这个就是一个 非常不寻常的讯号 而这个不寻常的讯号 真的像慧珍所说的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 要做什么 对你知道国务院 总理记者会 他有一种安定民心的 一个作用 你知道温家宝 我们说他是影帝 对不对 那影帝就会延嘛 让大家觉得说 他说他爬的都让爬的 台湾就是这种地方讲的 然后你看那个李克强说什么 长江黄河水不会倒流的概念 就是说改革开放是继续嘛 就让外国人知道说 这个中国大陆 他也是持续采取经济改革的政策 让大家又来投资 这是一种稳定民心的一种做法 但是他连这种稳定民心的做法 都不做了 记得不言了 长江黄河真的倒流了 是那问题在哪里 可能李强出来之后 刚慧珍讲的没有错 可能也不知道他讲什么 然后他讲的东西 因为他在报告当中的数据 大家说都是造假的 所有东西都是假的 怎么可能说这个GDP5% 现在去年没办法达成 真实的状况是没办法达成 今天来讲怎么有可能达成 那真实的状况又有什么东西 比如说200万兆的这个 这个相关的债务 还有很多的这个下岗 或是被被抓走的人 这些很多很多的数据 他都没有提 但是提这些数据都是假冒的数据 所以今天来讲的话 有人去统计一下 他的工作报告里面 讲习近平讲了16次 然后讲了安全 讲了这两个字 讲了29次 讲了风险总共讲了24次 所以第一个 那经济呢 发展呢 经济没有啊 就是说真正的目的 讲了这个报告的目的 就是第一个 我对组织效忠 这个组织就是习近平 对 所以我讲很多次 然后再来呢 安全 安全就是为了维稳 所以整个来讲的话 维稳可能优于经济 而不是经济优于这个所谓的安全议题 所以你可以看到 李强他是国务院总理 他当然主管经济 他自己心里很清楚 而且他在整个这个报告过程当中 当他讲到所谓中国未来经济发展 可以长风波浪 后面进来讲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就是说大家讲说 是把自己的话讲出来 自己的未来 当然他马上改口 叫做未来可及 但是问题是说 大家会说你是光位不保 你可能就说可能做不到一年 就下台才有后会有期 你跟大家说拜拜 然后你就借由 因为你记者会被取消了嘛 所以你没有记者会 可以跟大家讲说后会有期 所以只能靠着 在工作报告当中讲后会有期 所以这时候就有人讲说 李强你刚才做不了一年了 2024年大概这一年 来讲的话可能过不了关了 所以今年来讲 的确中国经济状况 非常非常不好 那李强他所做的报告 可能很多数据造假 我们就且战且从 看看中国未来前景怎么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看中心就有期望 期望 我现在不吝点赞 订阅 如果您在一位 你突然见会很高兴 终利强